2016-17年NBA总冠军已经诞生,勇士三年内两度夺冠,而勇士和骑士已经是连续三年在总决赛交手,因此今年决赛大家都绝不客气,时不时出现争执的场面。 而其中一幕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给次时,詹姆斯和杜兰特在说垃圾话,当时杜兰特上篮被岳父犯规打中面后,虽然求证已经吹罚岳父,但杜兰特仍表现得很不满意,其后更与詹姆斯发生口角。 最后杜兰特和詹姆斯两人被判技术犯规,由于当时现场环境太草草,无法听到他们说话内容,而杜兰特赛后在记者会上只是说当时他们不是吵架,而是谈话。 我们不是吵架,我们只是在讲话,这是比赛的一部分,是比赛创造出来的文化。 虽然两位没有透露当时比赛在说什么,但却找来读纯专家解读当时的对话,引用詹姆斯,你为什么说的这么疯狂? 嗯,詹姆斯,好吧,别跟我的教练谈詹姆斯,别那样跟我的教练说话,杜兰特,我说的是杜兰特,我跟谁都没封杜兰特,我说的是杜兰特,这是打球篮球。 我不是想和他打架。